画面现场是正在信义公民会馆展出的速写老师中晚期师生连展 在台北七所设大任教的速写老师中晚期 特别集结六所设大学员的速写作品举办师生连展 画作中可以欣赏到信义区充满绿意的永春皮生态师地公园 也描绘出了台北市各角落的特色 形成丰富的台北生活记录画作 这次策划的这个是叫做爱在速写 台北生活永春皮 那我们的速写的范围就是以台北市为主 那平常的教学内容有时候就会校外教学 所以有时候会跑到台博园区 或者是信义区当然也是一个重点的地区 那信义区的话就像是永春皮 它是一个具有生态跳岛功能的一个湿地公园 那也是信义区也是台北市最年轻的行政区域 可是大家都不晓得有这样一个生态公园 那因为我们常常在外面找景点 然后带着速写画笔 所以就会发现像这样的一个很大自然的地方 反而跟我们平常跟信义区所留下的印象会不太一样 那另外像我刚刚讲的台博园区的话 像这样子其实它是也是一个几乎有百年的一个历史的古迹园区 那它有红楼啦白楼啦 所以其实我们画的这个题材范围呢 就是台北市的一个生活 一个古今的一个浓缩 那甚至也有很都市的 很人文的 或者是很自然生态的 那我们集结了 就是平常我们在台北市趴趴走速写的一些作品 然后有六个社大的 北市社大的这个班级学员 那这次大概集结了 大概有将近四十幅的作品 对那都是班级学员呢 很踊跃的就是他们能够发表 自己的这个平常速写的成果 那一个数写画面的话很简单 它就可以跟这个参观者有一些共鸣 那这好像我们的生活记录一样 那事实上也是我们的数写日记 我们四市南村公民会馆这边 都可以邀请到我们钟老师这边团队 来提供这些佳作 我们去年今年我们都有请钟老师来这边做展览 那老师的学生几乎遍及了我们台北市 所以每一位学生带来的都是在台北市各个角落 学生所看到的美好的地点 美好的风景 那这一次我们有特别强调我们永春皮斯地 那这是一个我们市府的政策的一个新的设施的地点 那透过这一次的展览 让大家知道这个美好的去处 那也欢迎大家都可以来这边观赏这些美好的景点 还有这些景点也都 学生也都有做了很详细的说明 希望大家来共同来欣赏参与 透过画作欣赏也勾起民众满满的生活回忆 包括新一区的四四南村以及松烟的巴洛克花园 还有知名的庙宇行天工与收金服务等日常生活 都是学员笔下的速写内容 靠着简单的画笔与纸张就可以当下完成速写 也从速写中获得疗愈的感觉 速写我把它定义就是快速的写生 那我们这带着一个简单的纸笔 然后以前好像觉得说写生还要架画架什么的 所以我们会用更快速的方法 也不用架画架 你那个本子随身携带就好 然后你画下来的时间也不会很长 不会花掉你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 然后这样子用画面去留住当下的感觉 那当下的感觉有可能也不是什么大山大水 而是城市的某一个角落 我刚刚有提到 数写是用很简单的工具 所以它很生活化 它可以融入生活 然后让你的这个本来是走马看花的城市生活 放慢脚步 而且很专注在你的纸笔之间 那那个专注呢 就能够带来很大的一个疗愈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想这是大家学习速写 都能够很深刻感受到的一个最快乐 然后很开心的一个地方 工具上我们因为我们要先画下线条 然后再可以轻松的看你要不要给它一点颜色 给它颜色瞧瞧 那线条的话 有点像是一般的文具用品 那只要能够画出线条的 你先把线条勾勒好了 然后就是你不上色也可以 你上色的话 就是不用填满 我们很多都说的品都是有点留白的这种感觉 那这种留白的感觉也会让人家看的时候 很有那种有一个呼吸的空间 比较不会有很沉闷的压力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工具的话就是画线条的笔 还有一种叫做水笔 它是那个像水彩笔 但是里面就装了水 然后另外还有叫做块状水彩 那因为那个水彩它设计比较小和 水深攜带又很快 所以我大部分的作品都是指导学员 用水彩为主 但是你要上色任何上色工具都可以 那假设你是色铅笔 当然也是可以 但是色铅笔就是稍微慢一些 对那我们用块状水彩为主 从小就热爱画画的钟婉琪老师 偶然机会接触到速写的绘画方式 透过简单的工具随手画 老师说对于提升画画技巧相当有帮助 目前也在七个社大任教积极推广速写 我本来的工作是文字工作者 那后来接触 从小就是对画画有兴趣 所以其实也是我会跟学员讲说 我们大家都是小时候美术课师学的 那后来去学油画 那油画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偶然接触到就是国外 现在他们叫做urban sketch 这样的一个速写潮流 然后其实是在脸书上就有社团 那我接触才发现说 他这样子可以让我带着走 然后我在捷运上也可以画画 那对于我的这个画画学习 就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速写它可以带着一个本子 一次就画一本一本的算 一本就二十张三十张这样子 那量变带来直变 所以大量的画速写之后 对于我们这个画画的这种生涯 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目前任教的社大有南港社大 北投社大 士林社大 信义社大 文山社大 还有中山社大 还有万华社大 其实我们的学员大部分都是没有基础 然后来自各行各业 那他们我们用鼓励的方式 然后没有给他一些框架 然后最主要是他不用学很久 而是他有点像是涂鸦方式的 去带出一些个人风格 因为你看这些作品 他其实每一张都是很个人风格的 不会说很传统的 一定要是符合怎么样的一个标准的条件 那可以很自在地发挥 自己的这个表现方式 所以其实学这个 我是觉得说我们就是用证明 学会欣赏 学会鼓励的方式 然后用分享的方式 常常我们在分享之间 看别人的这个观点 然后其实就对自己的画画会有帮助 而且呢 重点是要有信心 所以其实他们画起来呢 只要对自己有信心 那你的观点就是很强烈的一个个人风格 所以没有一定说要怎样好怎样不好 对 那我会在旁边提点一下 譬如说就是它是一个传达的一个工具 你只要这个画面能够表达出来了 人家看得懂了就很棒了 他们都没有学很久 对 他们都是 譬如说有的是护理师退休的 有的是也是公教人员 不乏也是这个专科老师 或者国小校长 或者是国小老师这样子 那也有一些上班族 然后有的上班族呢 他甚至会在办公室也放一套用具 有时候在电脑旁边他就画起来 所以就是常常画 常常画 他就能够进步 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成果 透过速写 练习画画笔触 也成为一种特别的生活记录 这档师生连展的速写展展出到六月底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